到今年3月 就有三个热带气旋横扫马拉威南部 布兰黛是重灾区之一 一月的安娜气旋降雨量是2019年一代风灾时的两倍 上万名流离失所的灾民占据在收容所里 本地志工利用三天时间展开巡回式的关怀 走访十个部落发放137户 大多是独居的长者或者是单亲妈妈 不论房屋是半毁还是全毁 都能够及时拿到10公斤的玉米粉和保暖的毛毯 而让志工挂心的还有更远方的齐垮瓦和恩桑杰 一路往南走看到的是没有砖瓦的避难所 似乎人们在这里住在暂时的保障 树枝加上塑胶布 甚至只有茅槽可以遮蔽 这就是他们暂时的安身之地 妇女们就在树下烹煮热时 原本的居住地实在是太宁宁 无法回家 两年前因为一代受灾时 他们都曾接受过帮助 这次虽然不见蓝天白云的身影 这群会议志工送来相同的温暖 尤其清沟被部落的高飞酋长是翻船首新已曾受灾 如今也是志工的身份放下身段来付出 更是打破了部落阶级传统的观念 让受住者亚裔又珍惜 但原本说好的百人却来了千人 大树下志工被灾民团团包围 每一次的发放都要花上 二到三个小时做说明 分享此际正在的原则 也因此群众不再躁动 反而是主动退浪 维持秩序 火车前 总是能够让最急需的扰弱妇孺 都能够领到救命的资粮 三天七个部落发完九公吨的玉米粉 九百件的毛毯 有九百户的人家终于能够安心过夜 卡车瑞收容中心主动要求的种子 也顺利送达被种在大水过后 肥沃的土壤里 不到一星期冒出了新芽 妇女们迫不及待透过视讯 要分享这份喜悦 以让大家再次看见在地重生的力量 而这份关怀不会是据点 志工你好 中长期计划 要持续陪伴 直到能够返家重建 大爱新闻之三美志工 马拉威综合报道